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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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栏目 昨天早上出席的不交管 昨天晚上赶快一点多钟 现在睡睡过觉睡过头了 昨晚打车吧 出门带位了 就是为了多挣点钱是吧 如果说出门呢你想要放松啊 或者怎么样那还不如在老家带着吧 有的朋友哪说我这个生活呢 确实比较单调啊 其实出来像我呢就是工作 吃饭睡觉 其他的一个人也逼的也没事儿 对吧 买的炒面 量没有去年了 也没有去年大了 去年的时候是9块 今年呢变成10亿了 什么都在长相 然后呢又买了一个大鸡腿 吃到大 今天晚上炸鸡腿 因为它这个面太小了 先尝尝面啊 嗯 还是那个味道 今晚这个鸡腿呢个头挺大 哇 好 这么大个 下个鸡腿了今天晚上 很烧的 今天呢周围也发工资了吧 还有啤酒呗 那一个啤酒 哈 平常在家呢 有这个鸡腿啊 有什么好吃的 也就是先让孩子吃或者老人吃 吃饱喝足了 吃饱喝足了 一会儿呢 就早点睡觉 要不然呢 就跟今天似的 早上啊 十点钟才上南线 关于怎么样吧 反正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有的朋友呢 说大众吃饭吃的那个 比较差劲一点 嗯 像我 对我的观点里面啊 就是吃饱了就是干活 就这样 所以说 也没必要就是说 非得吃点有多好啊 或者怎么样的 吃饱了就好 这不饱好 就算了 那吃饱了